作业人员细心的替牛肉包装 牛肉出口作为巴西重要的产业 每年替巴西赚进大把钞票 然而现在却惊传 出现了狂牛症的病例 巴西在23日已经宣布 要暂停向中国出口牛肉 目前这起病例已经被送到实验室检验 来确认是否是非典型病例 如果是非典型 就代表牛脂是自然受到感染 而不是吃到受到污染的饲料 巴西上次出现非典型狂牛症是在2021年 当时中国就寄出了三个月的进口禁令 由于中国是巴西最大牛肉出口国 如果再被禁止 将会对牛肉产业造成一大打击 其实不止巴西 许多南美洲国家经济都依赖牛肉出口 如果狂牛症扩散 后果将不堪设想 欢迎新闻徐浩铭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